董事長 各位牛昌之的先進及喜歡牛昌之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想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最正教授這種大師級的人物 該這麼精闢而且深入潛出的演講 感到非常敬佩 然後早上還有這個黃正陽教授跟這個中文院的聯小金博士 所以還在他們後面其實我壓力很大 這種大師級的人都在前面講得這麼好 那我想我希望等一下我介紹的內容不會影響 然後各位這個等下中午用餐的心情 那我目前是在宜蘭大學生物技術移動科學系 同時我也是在那個陳哲林老師的這個牛昌之學會裡面服務 那我今天會跟各位介紹一下我這幾年在這個牛昌之方面做一些小小的實驗 那我首先會跟各位介紹一下我過去這幾年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跟牛昌之 他可能跟保護腎臟啦然後對一些保護肝臟以及對一些增強免疫力 以及調節免疫相關的一些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小實驗 那接下來我今天主要會跟各位介紹就是說我們最近做了一些還沒有發表一些小小的發現 我們主要在發現說這個牛昌之可以改善這個有一種神經疾病叫無導症 它是一種遺傳疾病它是一種罕見疾病 那我們最近做了一些小小的實驗在這個無導症方面 那另外呢我們也做了一些在這個牛昌之可能可以應用在所謂這個發炎性腸道疾病 就是跟一些肚子痛阿肚子這種很蠻常見的一個困擾很多人的這種這方面的病 那我今天會跟各位介紹主要介紹下面這兩個牛昌之在這方面的功效 那我很快的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說過去這幾年我們做了一些小實驗 就是用這個牛昌之 那像這個這個文章呢我們是在做這個Angelo Pinono 那這個我想這個我們在博博之間在現場要更了解這個故事 那我們之前呢就是用這個Angelo Pinono我們用了一個腎臟病的老鼠 那這個腎臟病的老鼠呢我們就餵他吃這個Angelo Pinono 這個牛昌之的Angelo Pinono 那我們發現呢吃了這個Angelo Pinono的老鼠呢 我們再去對這個老鼠做像我們到醫院去做這種腎功能檢查 去驗他的尿蛋白阿或是這種相關的腎功能的分析 我們會發現有吃了這個牛昌之的老鼠 他的腎功能就恢復得很好 那沒有吃的老鼠當然他就是這個腎臟受死就很嚴重 然後我們當然也做一些這個腎臟相關的這個病理切片的一些檢查 都證明說只要有吃這個Angelo Pinono的老鼠 他這個具有很好的這個腎臟保護的效果 那在這個腎臟生病這個老鼠上面有非常顯著的一個改善的效果 那同時我們也發現說他為什麼會具有這個保護腎臟的效果 其實他跟改善這個腎臟發炎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發現說在這種腎臟病呢 他的腎臟會發炎非常的嚴重 尤其有一種發炎 我們等一下會跟對於介紹這個NRP3的這個發炎體 這套發炎的系統 那他是透過抑制這個發炎然後達到這個改善腎臟的效果 那另外呢我們也是前幾年我們也做了一個就是 這個我想各位很熟悉就是 用這個一些像小麥類的當作基質的一個 固帶發酵的一個牛杖質的一個培養方法 那我們就直接拿這個發酵完這個粉末呢 直接去餵這個大鼠 那我們就做了他的那個寡護肝臟的效果 那看起來這個這樣子的一個 固態發酵的牛杖質 他寡護肝臟的效果也非常 就是用這個氏氯化碳造成這個大鼠的這個腎臟的損傷 那看到的效果也是非常顯著的 那我們最近這個大概是前兩年的工作 我們就是我們做了一些跟這個 我們從這個液態發酵的這個牛杖質的菌質體 我們拿到這個多糖出來之後 那我們做了一些這個多糖的這個結構鑑定之後 那我們去做它如何去活化我們的免疫細胞 如何去增強我們的這個免疫力 那我們就發現說這個特定的這個牛杖質的有效的多糖 它可以透過一些特定細胞表面的一些接受器 去活化這個免疫細胞 而且我們發現它可以增強這個免疫細胞去吞噬這個外來的細菌 然後而且會把它這個殺菌的能力提升 那這樣對我們的免疫就很重要 它可以很快的清除這個外來的入階的細菌 然後把它這個消滅掉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兩篇文章在做這件事 就是說這裡我們找到的這個有活性的牛杖質多糖 它如何去提升我們的這個免疫力 所以這幾件小的實驗是我們過去這幾年在牛杖質上面的工作 那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這幾年我實驗室主要在做的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這個NRP3這個impromosum 它是靠比較新的這個發言系統 像剛才這個鄭教授跟黃正亮老師都有提到 發言是對很多這個疾病的這個發生的過程 或是它惡化的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預防或改善這個發言 或者很多疾病可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改善或治療 那我這幾年做的主要比較這個focus在這個 所謂這個NRP3這一套發言的系統 那這個發言跟傳統我們一般比較常講到這個發言 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呢它也是非常重要 它對很多這個常見的疾病 很多實驗都證明就是說在這些疾病的狀態之下 包括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這個腸道發言 或是一些神經對話方面的疾病 包括鄭老師提到這個阿斯海諾症 然後跟這個癌症 就是比較常見的糖尿病啊 或是心血管疾病 腎臟病或是這些痛痛 這些代謝相關的疾病 這些疾病呢很多這個文章都證明說 我們在這個這樣的疾病狀態之下 這一套發言的系統 這個NRP3這一套發言的系統 它都會在這個不管是人病人身上 或是老鼠身上看到大量的被活化 那如果呢我們可以抑制這一套 這個NRP3這一套系統 他們也證明就是說對這些疾病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改善跟這個治療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對這個東西比較信 就是說我去找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去抑制 這個NRP3這一套發言的系統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實驗室最近就是找到了 兩個一個純的化合物從牛章枝來的 可能可以抑制這個NRP3這套系統 然後改善這個相關的疾病 那這個是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牛章枝的紫濕體 就是真正的這個紫濕體 跟我們在實驗室用這個培養 與培養這個牛章枝 那我們都可以從這兩個來源裡面呢 我們分離到兩個純的化合物 不好意思 因為這裡先用一個代號 因為這個文章正在發表中 然後我們也正在申請專利中 就先用一個代號跟QA報告 那我們拿到這兩個重化物呢 我們先用一些細胞實驗去證明 這兩個重化物可以抑制 我剛才講這個對這個疾病生成很重要的 這套NRP3的發言這套系統 那我們證明它可以抑制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再利用兩個老鼠的疾病的這個模式 那這個疾病的模式呢 也是跟這個NRP3是非常有關係的 它透過這個NRP3去導致這些疾病的發生 那我們做的是一個所謂這個Huntington的 這個五島症跟這個發言性腸道疾病 那首先我先跟各位介紹這個五島症這個疾病 這個是一個遺傳的這個神經退化方面的疾病 那它的特徵就是病人它的這個四肢啊 當然包括全身或甚至臉部頭部 它會不自主的這個抖動 所以把它類似這樣在跳舞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這個五島症 那它到後期它可能對它的這個精神方面 也會有蠻大的影響 那現在呢大概 但它是一種罕見疾病 它的那個發生率不是那麼多 像NRP3在歐洲大概每十萬人 大概會有個三到七人 不是那麼多 可是它會混淆這個病人 自己肺炎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是它目前並沒有一個有效的藥物 可以用來預防或是改善這個五島症 所以呢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好的一個成分 可以改善這個五島症 我想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五島症呢 其中有一個致病的原因就是這個 因為它有一些遺傳上的一些突變 所以我們的這個神經細胞 它會慢慢的會死掉會死亡 等於我們的神經細胞受損之後 導致這個五島症的發生 那我們這個實驗呢 我們就一開始我們用了一個模擬這個五島症的神經細胞 那這個神經細胞是我們經過一些人工的這個修改之後 讓它帶有跟我們病人一樣的這個基因突變 那這個細胞呢 它就會自然的 你在培養過者 它就會自然的死亡 也是模擬這個我們病人腦袋裡面這個神經受損的情況 那我們就發現 如果我們給它這個 這個牛章子這個找到這個蟲化物呢 你可以發現 這個原本會死掉這個神經細胞 經過這個牛章子的成分處理之後 它這個細胞就不死了 它就活過來 所以它可以預防這個神經細胞的死亡 那我們也發現 在這個神經細胞死亡的過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會產生大量的這個自由基 它這個氧化壓力會變得很大 所以導致那個細胞死亡 那我們也發現 經過這個牛章子處理之後 這個神經細胞產生的這些自由基 這些氧化壓力 都會很明顯的被抑制下來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牛章子的成分有可能可以 保護這個神經細胞不死亡的一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接下來就想要利用這個 老鼠的這個模式 我們有一個舞蹈症的這個老鼠的這個model 它也是磨擬我們生病的這個過程 那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老鼠的 這個老鼠的這個 應該是可以播放 Sorry, Bride 這個沒有辦法播放這個 這個老鼠它在 它大概年紀大概到七、八週的時候 大概開始會生病、開始會發病 然後到大概十週、十二週的時候 它的病症會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這個老鼠它會不自主的身體會抖動 就像這個 應該介紹這個舞蹈症病的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老鼠它會流狗水 它這是很明顯的一個症狀出現 那更重要的是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老鼠 用一個像那個滾輪的跑步機 讓它在這個 把它放在這個滾輪上面 然後那個滾輪是會滾動的 那左邊這個是健康的老鼠 因為它的這個四肢的協調性很好 它可以停留在這個滾動的滾輪上面 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這個八面的老鼠 因為它已經那個四肢已經協調性有問題 肌肉的協調性有問題 所以它會很快的從這個滾輪上掉下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簡單的裝置 我們去觀察記錄這個到底 這個生病的老鼠跟健康的老鼠它行為上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做的這個實驗呢 就是我們拿這一種舞蹈症的這個老鼠 拿到有一個健康的對照 然後我們也餵它這個 這個生病的老鼠 另外有一組是餵它吃這個 我們找到這個牛樟汁的這個存化物 那這個實驗呢 是我們從它年紀大概七週大的時候 開始每天用口服的方式 餵它吃這個牛樟汁的存化物 那我用的計量其實不高 每公斤我餵十個minigram的這個存化物呢 我們連續餵五個禮拜 餵到十二週 然後老鼠犧牲 然後在這個五個禮拜的裡面呢 我們去記錄它的體重的變化 然後記錄它這個在那個滾輪上面 這個跑步停留的時間 我們去對它的一些行為做一些分析 那我們看這個結果 這個很有趣就是 這個結果是在一個老鼠在滾輪上停留的時間 也就是說它那個點是 只要它停留的越久的時間 表示它的那個生病的情況是越輕微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健康的老鼠 它基本上它可以停留在這滾輪的時間 超過一百二十秒 因為我們最長的紀錄就是一百二十秒 所以它根本不會掉下來 因為它可以很正常的在上面跑來跑去 那你看到這一組是生病的老鼠不吃藥的 你可以看到它到十二週的時候 到後期 即便到後期 它大概只能停留在這個滾輪上面 大概七十幾秒的時間 它就會掉下 它沒有辦法像這個健康的老鼠 一直在上面很協調的停留在上面 那這一組呢 是我們有持牛當勢的這個老鼠 你看它在停留在保護基金上面的時間 大概就可以超過一百元 在這個十二週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行為很明顯的有一個改善 就表示它對這個孤導症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預防改善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在這個五個禮拜的過程呢 我們會記錄這個老鼠的體重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生病的老鼠呢 它的體重會到後期是會下降的 因為它已經發病了 所以它可能吃東西有一些問題 它那個情緒上有一些問題 所以它的體重真的很明顯 會往下掉 不好意思 那這個健康的老鼠 它當然體重一直一直往上升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吃了牛當勢的老鼠 它的跟沒有吃藥老鼠相比 它的體重也是很明顯有回升的 所以它是有很明顯有改善的效果 那另外我們也去評估這個老鼠它這個緊張的程度 就是說你可以看這個圖片 這個上面就是健康的老鼠 如果你從它的尾巴把它抓起來 那因為它的那個 它是身心很健康的狀態情況之下 它很放鬆 它這個 它這個手腳被打開了 這個是老鼠這個 它的正常的行為 那你看這個是疾病的老鼠 你這樣總要抓它尾巴之後 因為它很緊張 它這個手腳全部縮在一起 那這個是在這個做這個老鼠行為很常用的一種這種評估 這種老鼠行為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會依照它這樣子的一個 手腳張開的這個程度 把它做一個評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有吃牛當勢的這個老鼠呢 它就不像這個生命老鼠 它會那個心情會這麼的憂鬱這麼的緊張 這個手腳就沒有縮得那麼嚴重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經過量化之後 它在這方面也是有明顯的一個改善 那最後呢也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model裡面 這個老鼠到後期 如果這個疾病老鼠 它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老鼠 它大概撐不了十二個禮拜 它在十二個禮拜的時候 大概會有四分之一的老鼠 是會死掉的 因為它發病比較嚴重 可是呢 有吃這個牛當勢的這個老鼠 在我們這個十二週的這個實驗的過程 沒有一隻老鼠是死掉的 所以它可以延長這個老鼠的生命 所以在我們 在這個十二週之後 我們把這個老鼠做犧牲之後呢 我們把它的這個老鼠的腦袋 拿下來之後做一個切片 那我次去看它這個 腦袋裡面這個神經細胞的數目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這個螢光 我們就去找 腦袋裡面這個神經細胞的數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疾病的老鼠跟這個健康的老鼠 比較起來這個紅色的這個 這個螢光的這個數目就有明顯少很多 它可是不是會有吃這個牛當勢的 這個紅色的螢光這個神經細胞的數目 很明顯就增加了 所以看起來這個是 牛當勢有保護這個神經細胞的效果 那最後呢我們也去看了就是老鼠腦袋裡面 它在這個補導症治病的過程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這個基因的突變 它導致一個不正常的蛋白 它會堆積在這個腦袋裡面 然後破壞這個神經細胞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這個有吃這個牛當勢的老鼠呢 這應該是白白 這個有吃牛當勢這個老鼠的 這個不正常這個蛋白的堆積 它是明顯變少 不然這裡是標示錯誤的 它是有變少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牛當勢可能 可以用來預防跟改善這個補導症 那另外呢我要給各位看 另外一個我們在做的這個 另外一個model 就是我們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發炎性腸道疾病 那這也是蠻常見 困擾很多的一個問題 它的症狀就是 它會反覆的這個 這個肚子痛啊 拉肚子 然後甚至嚴重的時候 會有這個血變的問題 那它這個是一個 有點 大家還是比較認為 它是一個可能跟發炎 跟免疫相關的一個奇病 這個不是一般的人吃壞肚子的 拉肚子的 吃到那個髒東西 拉肚這種病 它是比較是這種不明原因 然後你可能就一陣子 就會發作一次這種 跟免疫比較相關的這種 腸道的發炎疾病 那我們也是用了一個老鼠的model 我們讓這個老鼠吃一個東西 那它會得到這個 腸道的發炎疾病 那這個時間很簡單 它只要大概前後 只要做八天的時間 那我們在這個八天的過程也是 就是如果有吃藥的老鼠 就是我們每天口服 餵它吃這個牛腸汁的 這個我們找到這個 純的化合物 然後每天吃一次 然後在這八天的過程 去評估它的一些症狀 然後老鼠犧牲之後 也去評估它一些病的變化 那我們在這個實驗的過程 我們有用了一個這個 目前的臨床 在使用 在用來治療這個腸炎的一個 一個臨床的藥物 那你各位看這個結果 我們在這個 一個禮拜 大概一個禮拜的實驗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這個 疾病的這個 生病這個老鼠呢 因為它很嚴重的拉肚 它會甚至有這個 會有血便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屁股這個地方 它是紅紅的 因為它每天拉肚子嘛 你看它在血便的情況 有吃這個牛腸汁這個老鼠呢 基本上 你看它的 我們去觀察它那個糞便 它就沒有拉肚子那麼嚴重 然後它這裡就 比較乾淨 沒有這個血便的情況 那另外呢 在這個禮拜的過程 生病的老鼠 它的體重會很明顯的下降 這當然可能可想而知嘛 它每天在拉肚子 它一定體重會減輕 那吃了牛腸吃了老鼠呢 它的體重就有肥負的前方 它的下降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它拉肚子沒有那麼嚴重 那實驗結束之後呢 我們把每一隻老鼠的這個 腸子把它取出來 我們把它排一排 然後去比較這個腸子的長度 你看一下健康的老鼠 它的腸子這麼長 然後這個是生病的老鼠 它這個腸子的長度明顯縮短很多 因為它在這裡一個禮拜的時間裡面 它的腸子就很明顯 萎縮 發炎 會爛掉 那有吃這個牛腸吃的老鼠呢 你看這個腸子很明顯 就以這個沒有吃藥到處 來一個長很多 它跟這個健康的老鼠是比較接近的 那它跟這個健康的老鼠 這個臨床的這個效果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當然因為臨床現在用藥是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們想要看看牛腸吃的成分 是不是可以取代這個臨床的用藥 那經過這個統計分析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每一組老鼠大概有 呃七八隻左右 你看到它的很明顯 這個老鼠的腸子長度是有恢復的 那我們最後呢也把這個每一組老鼠的腸子的組織呢 我們去用一些分析的方法分析裡面 一些跟發炎相關激素的一些蛋白質 它的表現量 你可以都可以很明顯發現 有吃這個牛腸吃的老鼠 它腸子裡面發炎的東西都變少 所以它可以改善這個腸道發炎 所以呢最後我想跟各位總結一下 我們從牛腸子裡面 不管是紫實體或是這個 我們從這個培養女培養這個牛腸子 我們找到了兩個不同的這個存化物 那這兩個呢我們分別去證明 它可以抑制這個NRP3這套發炎的系統 然後呢它可以抑制這個 或是改善這個補導症的這個發炎腸道的習病 那我們用了一些老鼠的model 看起來效果都蠻不錯的 那我想最後想 感謝一下就是說 在這個舞蹈症這個實驗 主要是我們跟這個東海大學 這個朱老師合作 他幫忙我們在做這個動物實驗方面 另外這個腸道發炎體育主要是我 我之前我一個不自拍學生 他已經畢業了 現在有在實驗室繼續幫我的忙 那另外呢 前幾年我們做了一些這個多糖 牛腸症多糖的實驗室跟這個中醫院真化所的 胡志平老師合作 他把這個多糖分離出來之後 鑑定這個多糖 然後讓我們可以做一些多糖 調控這個免疫的實驗 那另外這個 我們做這個腎臟 牛腸症保護這個腎臟的實驗 是跟三千種醫院 一個陳藍醫師 陳藍老師合作的 那我們也要特別謝謝這個 這個是 NAMA是之前 胡老師的一個學生 他主要幫我們分析這個 多糖在一些 米粒細胞上面的一些實驗 那也要謝謝這個 我們這個大腸道語 我想看他做在後面 他幫我從這個牛腸症裡面 分離到一些純化的物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實驗 那也要感謝那個 瑞森的那個 黃天山董事長 黃天山董事長 沒有看到他 也有一些那個樣品 這兩個 有一些紙實體 是他當初贊助我們 然後我們分離這個 這個純化物的 那我想最後也 想謝謝這個 陳水田老師的這個 國保牛腸症協會 辦這個活動 然後也是長期在支持我們 做牛腸症方面的研究 那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謝謝 謝謝華國光教授的演講 那我們現場還有一些時間 有貴必想要跟華教授 做討論的嗎 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歡迎 謝謝華教授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上午的演講 就到此一個多